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雾蒙蒙的一片死气沉沉 阴间第一站 本地土地庙 刚刚过世的亡灵叫生魂 亡者肉身会进行四大分解 所谓四大 指的是地 水 风 火 人身的肌肉等坚固物质属地 流动如血液金叶等属水 体温属火 以及体内气息属风 此四种物质皆建于大千世界 故称为大 人从如胎以至出生是四大合合之时 至长成后 四大坚强 生命力充沛 合乎所谓四大为空 始祝其中是为人 即使四大形成一个假我 中心是判别的功能 到人命中时 四大分解 时乃离去 凭其业力 成就另一期四大合合 以表达其业力功能 四大分解的过程 首先是地大降与水大 这时候人便会觉得 四周有一股强大的压力逼来加于身上 以至每一毛孔 不一时间直亲内脏骨节 其人乃感觉十分质闷 沉重痛苦 有口难言 这时候旁人便会看见他筋肉颤动 以及有手足抽搐的表现 亲人千万不要触碰其人 例如给他按摩等 否则便反而会增加他肉身的痛苦 其次是水大降与火大 这时其人会感觉遍体冷气袭破 深入骨髓 内脏有如冰草 全身痛苦不堪 虽然室内有暖气炉火 一告无效 其人感觉到的冰寒痛苦 远超裸卧世上冰雪 跟着面色会转为灰白 气喘急促 任由祈求神灵 皆不能停止 再次就是火大降与风大 这时其人生理各方面的机能 以大半为师 毫无抵抗能力 所以痛苦欲慎 他感觉到忽然热力骤其有如焚烧 内脏外之有煎熬争煮的感觉 肌肉筋结有如阿哥 痛极而变僵目 这时其人忽似火烧 面部通红灼热 神色昏迷 气出多余纳入 炎炎一息了 最后是风大分离 病者的身体 忽然觉得受到一股狂烈之风吹其身体 使之节节破碎化为微尘 受极尽的肢解痛苦 到这时四大聚以各散 六根败坏 生理不复保持 医学上乃称此为死亡 但依佛法说 其人的时神 及第八时的种种尚未离去 所以亲人仍然不可触动 否则其人神时 仍然有痛楚的反应 以致使他启臣恨心 连累他感应地狱也是有可能的 因此 这时实在是紧急关头 亲人如曾修学佛法的 最好在旁给他声念佛号 没有修学过佛法的人 一步一碰触或移动其人 应尽量给他安静 四大分解后 承载着生命信息能量的载体 从身体中经过大约六个时辰的时间分离出来 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灵魂出窍 灵魂在脱体的过程中会很痛苦 所以家人最好是不要动他的身体 以减轻他的痛苦 每一个地方都有土地庙 有些是我们阳世的人肉眼看不见的 但它却是真实存在的 就像电视里看到的衙门一样 古色古香的装饰 中间一张棕红暗桌 上楼本地的户籍册 记载着本地的山川河流 人口牲畜 人员多少等等 正所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土地保一方人 一个灵魂的出生和死亡 都要经过当地的土地庙的 土地虽然神位低微 但却是家喻户晓的正神 人人不敢冲撞 更是天下各路堂口和神界沟通的一个重要使者 上到表文的传颂 下到拜金的焚化 都离不开土地公共的帮助 当有人阳寿已尽 民兵会拿着勾魂牌和批票 压着亡魂到土地庙通关 土地公共要打开本地户籍册进行核实 此亡人细数本地人士 却是寿终正寝又一一核实 有无任何宗教信仰 并在批票上盖上本地土地 答应通行阴间 在土地公共神岸的两边 各有一个通道关口 一个是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路 一个是前往阴曹地府的黄泉路 一个关口光明万丈 一个关口漆黑无比 阴兵便压着鬼魂化作一股阴风 踏上黄泉路 阴间第二站黄泉路 常言道 黄泉路上不好走 黄泉路上无老少 身处黄泉路向上看 看不到日月星辰 向下看 看不到土地尘埃 向前看 看不到阳关大路 向后看 看不到青鹏四林 有人也许会问 死者的家属给死者烧去的纸牛 纸马 纸车 为什么不用这些工具上路呢 其实这个时候亡人的灵魂 还不能叫做鬼魂 只有进了丰都城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鬼魂 正规堂口的弟子 都很清楚 给人买收抢魂 就都是在这个黄泉路上抢魂的 因为还没进入丰都城 一切都还有转机 用现在的话说 黄泉路可算是一个事故多发地段了 走在黄泉路 心中难免会有那么一丝酸楚和紧张 黄泉路上一路崎岖颠簸 各路灵魂有的哭嚎不肯前行 有的满嘴花言巧语讨好阴兵 有的迷迷糊糊一路直走 人的求生意识是最强的 但是上了这黄泉路 又有几人能够还魂呢 任凭灵魂怎么哀求 怎样使出浑身解数逃跑 都挣不开阴兵手里这死亡的铁链 一路归去 任凭灵魂走得多累 鬼差都不会让你休息耽误行程 必须要尽快赶路走出这黄泉路 黄泉路上是没有客店的 两间有再多的钱财 在黄泉路上也一样白费 目的地都是一个地方 阴曹地府 封都城 阴间第三站 望乡台 走出了黄泉路 便来到望乡台 老话说 一到望乡台 远望家乡回不来 高高一个石台 发出阵阵阴光 坐卧路转之时 尚可回头瞻望 写着三个赤红大字望乡台 走到了望乡台 几乎就没有还魂的可能了 阳间的肉身此时也差不多到了 该黄金入贵庄恋的时候了 这望乡台是南无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体恤众生 殿念家中亲人的真情时已发跃而成 让亡固的灵魂 站在望乡台上最后 看一眼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亲人 站上望乡台 能看到阳世的家宅 看到亲朋好友 看到自己已经死亡的肉身躺在那里 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 是不明白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的 劝君多一些宽容心善待家人朋友 不要等到后悔莫及的那一天 一切都晚了 这望乡台上 不知承载了多少伤心悔恨的泪啊 阴间第四站 饿狗里 下了望乡台一路前行 远处传来一阵阵的狗吠声 那叫声越来越大 令人毛骨悚然 懂行的朋友应该知道 狗和鸡是阳间和阴间沟通的两个很重要的媒介 狗可以看到阴间的灵魂 而发出废叫 金鸡暴晓 鬼魂就必须躲避阳光以免魂飞破散 同时细心观察的朋友可以留意 老牙狗是永远不会睡在热炕头上的 金鸡已永远不会趴着睡觉 万物生灵都是有自己的规律和法则的 只见一群群的恶狗 目光胸厚 满嘴钢牙 皮毛钢丝一般坚硬 将各路灵魂风咬过去 不撕扯掉腿脚是不肯松口的 各路灵魂使尽浑身解数 也难逃这恶狗的铁嘴钢牙 有的被咬断了腿有的被扯断了脚 有的成了毒臂有的成了断手 为人不容易成鬼也不轻松 看到这一幕便会明白 世人黄金入柜装链的时候 给世身手心塞的干粮和打狗棒 为的就是过着恶狗领而背的 不过生年输狗且爱狗的人 过着恶狗领如履平地一路向前 生年输狗却害狗杀狗吃狗的人 过着恶狗领怕要魂飞破散 杨世间那些杀狗的屠夫到了此地 恐怕也要常常被宰杀分割的痛苦了 再次提醒大家 家中故去亡人的时候 万万不可忘了这打狗的干粮 且不说阴间有没有狂犬疫苗 没有打狗干粮成鬼绝不失见意识 恶狗领满领皆是残肢破体 无血淋淋 能全身过这恶狗领的寥寥无几 阴间第五站 金基山 金基山峰两道领 笔直的山峰必须一点一点艰难的爬过去 形象的如同从鸡背爬到鸡关上 只有翻过这金基山才能到达丰都城 这恶狗领和金基山都是所有灵魂避过的两道关 只有过了这两道关才有资格成为鬼魂 一入金基山 一群一群的攻击迎面扑来 那铁嘴一下一下的都要灼下灵魂的双眼 山洞的翅膀让那些灵魂无法睁开眼睛 那锐利的爪子更像黑无常手里的抓魂勾 一爪子下去就可以让你劈开肉站 深入五脏六腑 并且不抓出你的心甘觉不罢休 想想世间杀鸡时的惨烈 想必这个时候就完全可以理解什么是带杀的感觉了 这才想到世间入恋的时候 石身胸口上的盘子装着五谷杂粮 就是为了过金基山而备的 阴间第六站野鬼村 继续向前 突然人山人海 采气飘飘 有纽阳哥的 有五轮五十的热闹非凡 这里就是野鬼村 其实表面上那些热闹的场面 皆是幻化而来 都是那些过了恶狗岭和金基山后 肢体不全的灵魂所幻化而成 因肢体不全无法前行 只好在这里滞留聚集 等那些被热闹迷惑的健全灵体到来 趁机下手夺取新的肢体 换到自己的身上 好继续前往阴草地府 只见那些被迷惑的健全灵魂 根本无法挣脱这些魔爪 一阵阵痛苦的哀嚎 虚弱模糊 撕心裂肺 然而有一些健全灵魂 却可安然无恙地过关 坚一阳氏眷属在亡人灵前 焚化了买路三斤六两指钱 健全灵体拿着这买路钱 方可顺利过关 原来 有钱真的能使鬼推磨 阴间第七站 迷魂殿 继续向前 前方有一梁亭 亭内有一口深井冒出滚滚泉水 过了这里便是风都城 顺便提醒一下 到了阴草地府 万万不可多管闲事 甭张希望 与人搭讪或胡吃乱喝 不然灵体受损便难以还扬 这梁亭正是迷魂殿 冒出的泉水便是迷魂水 过了前方几个关口的灵魂 口渴难当 到此必饮着迷魂水 饮了迷魂水才会口涂真言 如实禀报阳间种种罪行 等候使殿阎王发落 喝了迷魂水 纵然大罗神仙下界 也难以还魂归阳了 只能安安心心地成为鬼魂 等候发落 过往此地的灵魂 心中的怨气早已减半 一个个井然有序地排队饮水 前往封都城 倘若阳间也能游此泉水 岂不太平盛世 国泰民安 阴间第八站 封都城 出了迷魂殿 一路阴风行云 前方终于出现一座城门 上有一副对联 上连是 人与鬼 鬼与人 人鬼殊途 下连是 阴与阳 阳与阴 阴阳永阁 没有横批 只有一块黑扁 城门中央挂着 封都城三个金七大字 封都城门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个极其庄严的行政单位 是那么的高高在上 令人肃然起敬 进入封都城 里面共有两道城门 在二道门与头道门之间 有两盏灯火高高悬空漂浮 却纹丝不动 一盏光亮无比 一盏昏暗黑尘 暗灯下走进 梦浴雕城的二道门 进入二道门便看见了 并排排列的十座城门 依次排列着一殿至十殿阎王殿 每个殿堂门口都有阴兵把守 阴兵穿着并不是彻底的古装 只是上身穿着的制服是古代的款式 阴曹地府的阴兵也都是有轮回和替换的 近代不少的亡魂 也都可以担任阴兵鬼差的 各个殿门门口都有把守的阴兵 有的认真和对灵魂手里的批票 有的检查灵魂魂头的高矮尺寸 各个岗位都是井然有序的工作 毫不逊色于人间的行政部门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并且这里的鬼差都是奉公执法 轻如水明如尽 到达这里的鬼魂 心中也都知道自己已经死亡 安分了不少 井然排队等候各殿阎王的审判 阴间第九站 十八层地狱 十八层地狱是单独的一座城门 并不在十殿阎王殿的排列中 但是十殿阎王殿和十八层地狱内部 都是相通的 各路灵魂从一殿开始过堂问审 福经上说的赵世镜 红铁柱 王仁台等等刑剧要用俱全 掌管这些刑剧的阴兵各个轻面獠牙 没等上到刑剧 亡魂军以下的大小便失禁 一般的灵魂在通过第一殿的审核后 阳世的时间也应该是亡人的头七了 此时一殿阎王通常会重新发出批票交给阴兵 各路灵魂需带上捆线索 进行围鬼的第一次头七反阳 看望亲朋好友 若有耽误时辰 不肯返回阴间的鬼魂 那么捆线索便会拘进灵魂的魂头 施展灭魂大法 使不肯返回阴间的灵魂 连做鬼的资格都没有 头七过后 返回阴间继续接受审讯 一殿一殿地走 逐殿逐殿地过 永渊屈的一定还你清白 行贿送礼做恶事的一定严惩不淡 各个殿堂都是明镜高悬 禀宫办事 在这里恶人善人都会得到应有的果报 同时 常说的王死城 陰陵城等等 都是这十八地狱的城中城 在此着重介绍一个地狱刑罚 邪水池 因为这个邪水池地狱 所要惩罚的恶报 和现在这个末法时代息息相关 懂阴阳五行 欺门遁甲的朋友 或是看过皇帝的朋友 在择日的时候 都会看到沐浴即日 在古代 沐浴也是有时间规定的 甚至理发 洗衣服 出宫毛测都是有说法的 不合理利用水资源 尤其是女性朋友不分摘日 随便将立架污血冲洗 不分产前产后乱到污水 冲撞了当地的神灵 都要受这血水池地狱的惩罚 需喝完在阳间挥霍的污水后 才可以轮回投胎 这就是在女王人死后 要烧一头喝脏水的老黄牛的原因 所以请珍惜水资源 爱护水资源 生活中大事小情 分分秒秒都有修行 正所谓 事事寒佛里 处处有姻缘 看到血水池那些喝脏水 血水的亡魂 那种腥臭无比 难以下咽的感觉 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知晓 阴间地势站 供养阁 相信大家都会疑问 阳士的活人给死人烧之前 烧衣物 上供品 亡人到底能不能收到 答案是 只要正确如法进行分化纸钱 烧衣物 上供品 那么亡灵都是可以得到的 阴间的供养阁 就类似咱们阳间的邮局 专门负责传递阳间的供养品给死人 其实古人说的人死后要烧七日 烧百日 烧周年等等这些规矩 都是有道理的 一般七日 百日 周年 阴间的鬼魂都正在各个殿堂受审 例如武器的时候烧花五朵 就是给武殿的阎王爷看的 希望阎王爷光花赏花 而让亡人顺利过关 其实 阴间的一切律法条规 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 阳士一直延续这个习俗 仅蕴含着供养的真心爱心和孝心 不过可叹的是 末法的时代的真孝子又有几个呢 阳高尚之贵士母乳 何况我等今生为人 常见牛羊灵前宫 谁见亡人到嘴边 人活着时候要多多地孝顺自己的父母 不要等到父母不在了以为时过晚 这供养阁里也是分配得很明确 按照阴宅的地址 供养品的不同进行分类 都会及时准确地送到灵魂手中 这个时候的灵魂已经可以开始接受阳间的供养了 一些供养品会发出金光 这些发出金光的供养品 都是带有佛家瓷场 导家瓷场 仙家瓷场的 皆是因为孝顺后人在阳间正规的寺庙 道场 堂口 通过高人的指点进行焚化供养的 这些带有瓷场的供养品到达阴间 都会优先送到亡魂手中的 可见阴间也有特快专地 经过十殿阎望的审核 各路灵魂就可以称作鬼魂了 有罪的下到十八层地狱受罚 每罪的按照生死簿上记载 开始过自己的鬼魂生活 开始守自己的鬼兽 等守完鬼兽 就开始等待正常的六道轮回 灵魂转化为鬼魂后 鬼魂和阳世的活人 相比就有了所谓的神通 其实这个神通是相对来讲的 对于鬼魂来说 阳世活人的最基本的呼吸功能也是神通 阴间第十一战 鬼界宝 这里的鬼魂有自己的法律法规 也有自己的年节假日 阳世活人所冲撞的鬼魂 多数是这鬼界宝里的鬼魂 只有极少数的才是冲撞到了孤魂野鬼 鬼界宝里的鬼魂在特定的日子 特定的情况下是可以返回阳间的 但这些鬼魂必须严格遵守 自己的道行范围和道行要求 什么时间可以显行 什么时间可以回家 什么时候可以附体 什么时候可以收工养品 这些都有严格的规定 倘若违法乱纪 将被拒魂到十殿阎王爷面前 打入十八层地狱 继续前行 到了第五殿 看到了白玉殿门 门口朵朵莲花出现 阵阵幽香 种种瑞祥 五殿门口的队连写着 因曹地府 十座殿堂五殿为主 十八地狱 百种刑罚以法正道 阴间第十二战 莲花台 出了五殿阎王殿 便看见前方大放光明 那光亮放出大光明 但却丝毫不刺眼 强光中看见一座连台 金色为主 七色为辅 这是地藏王在地狱讲经说法的宝座连台 地藏王菩萨就是严寒地狱的春风 给人阵阵温暖 地藏王菩萨发愿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各路鬼魂都亲受 地藏王菩萨的加持 感受佛法的普照 只要真心向善 放下欲望 即使成了鬼魂 也一样可以往生西方 看见了原本肢体不全 满脸猙獰的鬼魂 受到地藏王菩萨的加持后 真的都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 化作朵朵莲花飞出地狱 直升天界 只看 天雨虽宽 不若无根枝草 佛法虽广 不度无缘之人 继续向前 来到了之前提到的 丰都城的二岛门处 再次看见那盏明灯和那盏暗灯 此时便知 方才一路形成都是暗灯路 地狱路 若要返魂阳间或投胎 必须走这条明灯路 阴间第十三站 黄魂崖 黄魂崖边有一座桥 两边坐落着四尊护桥神兽 截杯石上写着金银桥 俗称奈何桥 桥头两旁有一副对联写着 生一死 死一生 生死轮回 人是人 鬼是鬼 人鬼不同 桥头有一个茶亭 有一个老婆婆拿着茶水 给过往的鬼魂饮用 这老婆婆便是孟婆神 这茶水便是孟婆汤 喝了这汤水 可以忘掉前世的 是是非非 恩怨情愁 金银桥的那边 有六个圆道发出各色光芒 这就是六道轮回 头太哪道便要跳进哪个圆道 轮回转世分为许多等级 头等人 成佛座主 二等人 官封喉门 三等人 巢狼驸马 四等人 文武大臣 五等人 荣华富贵 六等人 大街教评 七等人 脱驴变马 八等人 走兽飞禽 九等人 下石猪狗 十等人 与鳖虾群 祈愿故去的历代仙人蒙地藏王菩萨的加持 阿弥陀佛的接引 皆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本期视频到此为止 如果阁下喜欢本频道 欢迎订阅 倘若阁下对本视频有任何意见或建议 敬请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